在今天 我的学生被我骂了臭头 为什么他被我骂到臭头 他今天的批命 各位 基本上全错 基本上全错 昨天 他在批命的时候 他最少最少 只错了一体 可是他今天基本上就几乎都是全错 来讲 全错的一个情况下 神话你好 大家给班长拍拍手 班长来啰 昨天班长跑去约会 没有进来 他几乎全错 然后他就修正 修正了以后再来 基本上还是很凄惨 班长来讲你好 还是很惨 我就知道了 他是怎么在改八字 他没有去找规则 他全部凭著他的直觉 开始在乱生乱磕 我就骂他 我就骂他 我就说 你完全不照规则来 你都是凭直觉在这一边拼 你是不可能对的 到最后这个学生才跟我讲说 因为 规则 他笔记本没有带在旁边 所以他就是凭著 印象 他就是凭著印象 在批命 所以他凭著印象在批命的时候 各位 你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很多人 他看了我的影片以后 他就说 老师 这怎么不是那个生那一个 怎么会是这个课那一个 各位 你就会知道了 这里面很多学生 你们都知道 要是凭著直觉批命 那基本上 对的几率 可能 不到五成 五成不到 李生业你好 可能对的几率不到五成 你只要是靠直觉 我也会 对 你也会 没有错 可是你批出来 准度就是五成不到 所以各位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你只要不照规则来 五行派其实在你的手里 基本上等同是害人的 你不要说你要批到 流年流月 还要批到日子 不可能 你连最基本的 对跟错 你都批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来讲 他们在看五行派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觉得很简单 五行深刻 我怎么不会 天干五合 地支六合 我怎么不会 我相信当时候来找我学的 他们也可能都是这样认为 可是 经过老师严厉的责骂之后 才知道 妈的 根本都是自己幻想 很多都是自己幻想的 跟自己当时候 在看影片学习的 其实差很多 嘉明修 我会最好 所以很多人才会说 五行派都骗人的 其实并不是五行派骗人的 是他压根 他就不懂五行派 他用他自认为的 就很像我这个学生 各位 直觉批命 结果全部批过来 全部错 再丢回去 叫他修正 再回来 各位 多对个其他还是错 你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很简单 就是 用着直觉 在那一边 升来升去 克来克去 而忽略掉 什么叫规则 什么叫规则 所以不按照规则来 我就跟这个学生讲 你只要不按照规则来 凭着直觉批 你就是批这种八字 你永远也不会对 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错 我这里面有那么多我的学生 他们一定都时常听我讲的 请照规则走 规则就在那里 不要靠自己幻想 你都想要自创规则是不是 很多都被我这样念过 都想要自创规则 老师没有啦 我怎么会创规则 问题你批出来的 就是你自己认为的 可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 你都没有照规则走嘛 所以各位 五行派 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们不要只是看的影片在学 你只要学了 你去找人批命 你就知道你的准度在哪里了 你就知道你的准度在哪里了 你就会发现到 好像有的时候会准 有的时候又不会准 各位 我们在批命七八成准 你在批命 十准 十不准 五成不到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甚至还可以算到月份 有的时候 再精明一点 给你算到日子给你 你可能连最基本的对处都错 那原因在哪里 五行派他是有一定的批命规则 而这个批命规则 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 欢迎大家去看 看了你就去 你就自己去找出 真正的东西 而不是呢 老师啊 你的部落格不是说要怎么批命 对啊 我写在那里 问题呢 各位 你懂批命规则 不代表你会批命 每个字你都认识 但是 把他全部字加起来的时候 你就不懂他的意思 有没有解 你就不懂他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 就是自认为的五行派 等到他在批命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 东踢铁板 西踢铁板 那么磕的头破血流 被磕人 说你这个不行 各位 还想要跟我一样 随便拿个八字 来我批给各位看 你想太多 对不对 所以 请不要用直觉批命 一切按照规则来 当你规则熟悉了 你才有办法 从当中去找到 真正的东西 了不了解 为什么 因为你有批命的经验了 你可以去判断 对或错了 你这时候你再去 可能你的一个思维逻辑跟中荣义 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当中你可以找到中荣义 没有发现的东西 那就是属于你个人的心得 所以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不要犯了 跟一般的没有学过五行派的 印模一样的问题 你还以为 这样子不对 我就从这边画过 都是 都在鬼画符 从头到尾 没有去想说 规则 123 4 他是怎么走的 都没有 就是直觉的 这个不对就画那个 他画的乱七八糟了 就算让你这一次蒙对了 你下一次 你还是一样的错误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记起来 你根本就没有记起来 所以 五行派 简单归简单 五行派 简单归简单 但是 这里面有很多我的学生 他们在学习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在对学生是不会客气的 为什么 我对你客气 请问你的客人会对你客气吗 你批错了他会对你客气吗 当然不会 所以一定要让你们了解什么叫做痛苦 只是老师在骂而已 假如是客人在骂的时候 还会给你面子吗 所以各位 要了解到这一块 也是要让你们知道 学八字很痛苦 有人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 我只要不讲答案的时候 他自己思考会思考到发烧 我不讲答案 叫他自己思考思考到发烧 但是各位 我那时候没有老师给我指导 那我要怎么办 你这样就思考发烧了 那我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头壳要爆炸 各位 那个就是 你们当时候那一种一堆问号的情况 怎么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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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时候我在学八字的时候 一样的情况 而且你们那一种的只是我当时候的 可能十分之一的痛苦而已 十分之一的痛苦 十分之一的痛苦就可以让你 让你们会生病了 会让你们会哭哭了 会让你们发烧了 那你就知道 当时候我在学八字的时候 完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 你们看该怎么办 所以我都觉得没有什么 你受不了我的压力 那就算了 有没有解 你受不了我压力 那就算了 为什么 你以为学习是 你以为学习是很轻松的吗 轻松的学习 就是什么都不会 要让你们真正的体悟到 什么叫学习痛苦 然后什么让你印象最深 你这样子 你才会学的好 了不了解 因为学命理没有那么简单 学命理 要学会独立思考 而不是 那老师这个答案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 跟我要答案永远没答案 你只会被我骂而已 所以不要犯这种错误 因为我都要看 学生你是怎么思考的 你是怎么批的 因为那个才是最重要 那才是最重要 所以 跟我学八字很累 你假如害怕 他害怕辛苦 你可以去找那个轻松愉快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轻松愉快的 你不见得会学得起来 KL你好 轻松愉快 你缴费 对不对 他教你就好了 他还要管你学得会学不会 黎柏宏 黎柏宏 金子兰你好 所以跟我学八字 你很认真的 你可能就只有前面几次会被我骂的很惨 骂的很惨 但是你因为你也记下来了 你也记下来 你印象深刻 你就不太再会去犯这种基本错 所以学习的时候 就后面都会很轻松愉快 但是你假如是那种很懒的很懒的 他妈从头骂到尾 你会觉得 妈妈花钱来找税收 不然 我有说赶快来跟我学 我会好好对你 他妈了 我没有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一个不要用直觉来批命 五行派是有规则的 而且他是非常非常重视这规则 因为你只要一个规则不对 你批出来的 就是错误连连 就是错误连连 好